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Grace 关于海关违禁物品申报问题 有的人真的是屡敬屡饭,还试图蒙混过关 这不,本周一架从国家萨尔瓦多飞往加拿大的航班中 就有一位旅客将香肠包裹在了尿布中 试图是蒙混过关 结果被两只嗅觉灵敏的警犬打了个正着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 肉类制品是在一架从萨尔瓦多飞往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航班中 在一位旅客的行李箱中发现的 当时一只名为Scout的警犬在其中一个行李箱旁做了试警动作 结果海关人员在里面发现了三包香肠 他们都藏在塑料、铝箔、纸和尿布里 除此之外,另一名为Emma的警犬 在同一航班的另一个袋子里闻到了更多的肉类制品 最后,经过海关人员的统计 共查获了4000克的香肠 虽然可能有点让警犬失望 不过,海关人员还是将查获到的所有香肠都扔掉了 对此,官方表示 生肉或熟肉以及其他动植物可能含有外来虫害其疾病 可能对加拿大农作物、牲畜和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甚至威胁加拿大经济,所以才会扔掉 对于用尿布走私香肠这种做法 官方给出的回应是 用尿布走私香肠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警犬是会闻出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什么能够带进加拿大 另一方面 边境服务局表示 不会对这位乘客提出指控或是罚款 但是会告知 其在边境地区申报所有食品、动物和植物产品的要求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沃海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药品 加拿大规定 入境者可以携带一个疗程剂量 或是可以够90天药量的非处方药 同时规定 这些药品只能给入境者本人或随行者使用 又或是受该入境者监护照顾的人使用 此外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都必须保留药品的原包装、标签、使用说明 以便检查者清楚知道你这个药物成分都有哪些 谨慎携带麻黄菅类药品、阿片类药物、多攀利酮类 还有用来镇痛、镇壳、镇静安眠、抗精神病药物 禁止携带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一成瘾药品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 携带药物入关必须向海关申报 这一点一定要谨记 二、烟酒类 所有的香烟和酒类产品都有相应的携带规格和数量 如果超过个人携带的泻免规格 超出部分需要赴税 三、违禁品 生熟肉类、家禽、蛋类、活植物、种子 真空包装腊肉、腊肠、水果蔬菜、牛奶 有人喜欢在飞机上带些水果吃 但是请记得入关前吃掉等 此外还要注意手机及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内 有关涉及儿童隐私色情的信息 以及聊天up内一些不合适的聊天内容 现在的加拿大真的是一团糟内忧外患 外游每家贸易战内患的更多 频发的枪击案令人提心吊胆 即将迎来的大麻合法化令人不知所措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令全国上下都很头疼的大头问题 难民 最近加拿大政府表示 欲利用酒店安置难民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对于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 加拿大新任边境安全部长制定了一项计划 将他们安置在酒店里以公共开支为生 目前政府已经证实 至少有800名非法移民 正在搬离大学宿舍前往酒店 不过政府没有透露 会将多少名非法移民 以什么样的价格安置在酒店中 消息一出 相信大家都能想象出 各位网友的反应如何 网友Richard Diller表示 天哪 我恨死特鲁多了 为了照顾这些越境者 让加拿大面临的债务越来越多 Ryan表示 现在好羞愧自己是个加拿大人 我一些合法移民的朋友 现在都为此感到恶心 特鲁多真是个好人哪 还有的网友认为 特鲁多比他的父亲还要糟糕 这个人真是国家未来的一个威胁 上次我去哈利法克斯 那儿看起来更像是亚买加 而不是加拿大 迟到犯罪和黑帮犯罪 已经近乎疯狂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你的国家 你有从英国和美国的移民政策中 学到什么吗 醒醒吧 这个自由的傻瓜 一大波负面评论接踵而来 是 加拿大是一个讲究人权的国家 但是如果连本国国民自己的安全和生活 都没有保障 还拿什么讲人权 酒店安置难民 真的是认真的吗 许多加拿大人喜欢高大生猛 马力族的皮卡 特别是那些搞建筑装修的承包商 个体护水暖工 电工 泥瓦工 农场主们喜欢皮卡车载货的方便 不过 窃贼和小偷们也喜欢光顾皮卡车 或者是为了偷车 或者是为了盗窃车里的工具 专业盗车者不用砸车窗 也不用撬车门 三下午除了就能搞定盗车过程 驾车扬长而去 但小偷小摸者 很多时候呢 要用砸车窗的办法打开车门偷东西 结果是让车主们不但丢了价值不菲的工具 而且还要花时间掏腰包去修理汽车 更换被损坏的车窗 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居民 Michelle Kaplan 就是受够了这种烦恼的人 他决定把皮卡停在家门口后不再锁车 而是在车里仪表盘上 安置了摄像头和警报装置 只要有人开车门 该警报装置就会启动 摄像头开始录像 并向Michelle Kaplan的手机发送视频 让他可以时时看到 什么样的人偷开了车门 在干什么 让Michelle Kaplan没有想到的是 打开他皮卡车门想偷东西的人 竟然有这么多 在36小时之内 有四个小偷打开了车门行窃 其中第一个晚上 就有三个不同的小偷 光顾了Michelle Kaplan的皮卡车 虽然录像警报装置 录下了这三位小偷的模样 和他们的行为 也向Michelle Kaplan的手机 发送了警报信号和视频 但Michelle Kaplan睡得太死 没有被唤醒 不过第四个小偷打开车门 触发的警报信号 唤醒了Michelle Kaplan 他醒来后 通过连着线的手机 对小偷一声大喝 从我的车里滚出去 小偷被吓了一跳 赶紧离开了Michelle Kaplan的皮卡 Michelle Kaplan不仅把四个小偷 夜里打开他的车门行窃的录像 交给了警方 而且放到了社交网站上 许多网友观看了这个视频 一些网友还留言说 他们也深受小偷对他们的住宅 或汽车破门破窗行窃之苦 安大略省伦敦市政厅参事 看了Michelle Kaplan上传到 社交网站上的视频后说 虽然这种刑窃问题在伦敦市各个街区都有 但这些小偷们 大模大样的盗窃行为也太无耻了 他告诫居民们说 不要因为对盗窃案已经习以为常 而懒得向警方报警 因为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警方调配警力资源的主要根据是报案数量 如果一个街区的报案量猛增 或者是明显高于其他街区 则警方会调配更多的警力前往该街区 Michelle Kaplan则认为 除了警方需要加强巡逻之外 加拿大司法系统应该从严处理小偷小摸犯罪行为 不能让盗贼们无所顾忌 现在这些小偷们夜里骑着车 拿着手电筒到处转悠 还包住手肘关节以方便砸车窗 这是一群夜里活跃的盗窃一族 今天早晨加币继续疯涨 一加元兑换人民币达到了5.23元 在经历了连续暴涨40天后 加币已经像个脱缰的野马 而加拿大通货膨胀率为2.5% 是6年来最高水平 这意味着加拿大央行还要继续加息 路透社对40多名外汇策略师进行的调查显示 他们都认为在2018年 加元币值将继续攀升 最近加拿大环境部向BC省南部地区发出了炎热天气警告 预料大温地区本星期至下周初 气温会接近设施30度 内陆地区更可能会高达33度 30多度对温哥华人来说简直是喷火 高温加上湿热效应 热导效应和室内不通风等各种情况 估计体感温度会相当于40度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詹姆斯卢医生表示 即使滴笼平原不少地区是沿岸 炎热天气仍然足以知名 公众特别是长者小孩以及长期病患人士 应该提防夏季的炎热天气 健康专家们指出 如果室内没有空调 这种连续高温闷热的天气 对那些身体虚弱或有其他病症 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很难度过的日子 在户外工作或运动人士 需要注意身体健康 保持足够的水分以免缺水 另外大家也应该选择比较凉快的时段户外运动 如果感到有中暑的情况 包括晕悬 抽筋或者呼吸困难等 必须立即到阴凉的地方休息 温哥华市政府及其他地区的多个部门 都已经向公众提供了避暑设施 温哥华21间图书馆 以及Brentennial Hillcrest Carrisdale Mountain Prison Routh House和温室中心西端在内的 7间社区中心开放地方 给予公众做避暑之用 市政府现在在市内8个地方增设洒水设施 而温哥华消防局也已经为市内多个消防接警 加装洒水系统 为市内接到降温 温哥华市内的急救应变部队成员 也准备充足的水和防晒霜 为有需要的公众提供协助 千万不要把环境部的提醒当作耳边风 就在本月初持续7天的热浪天气导致魁北克省有70人 死于高温闷热天气引发的并发症 一下子热死这么多人 甚至让蒙特利尔医院的停尸房爆满 不得不借用殡仪馆的设施暂时停放尸体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死者中绝大部分死者是50岁以上的独居男性 其中约4分之3死者住在私人公寓 有4人是合伙租房 另有8人身处安老院 报告还称 热死个案均集中在所谓热岛的住宅区 而这类住宅区气温可较其他地区高10度 热岛效应的地方均是人口稠密 有许多混凝土建筑物 而且植物不多 加拿大的大多数建筑以防寒为主要考量 通风散热功能较差 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住在这样的地方 这周应该特别注意避暑 祝你平安度过夏天 由运输连线提出 以距离计算车费在内的公共交通工具收费提案 昨天早上在大温市长议会中获得通过 但方案的实施日期及细节仍有待运连公布 现在Skytune和Seabus是以三个分区计算车费 而West Coast Express则以五个分区计算 本次方案提议将在保留部分原有的车费计算方法下 以搭乘距离计算车费 在首五公里的路程 约三到四个车站将会收取2.95元 即现在的单区域费用 而再往后的路程将会以每公里五分至两毛的收费计算 最高收费金额为5.70元 至于公交线路方面 由于公交刷卡系统未有要求乘客在下车前刷卡 因此只会以单区计算方式收费 此外 运输连线亦提出在非繁盟时段收取优惠票价的建议 以舒缓繁盟时段乘客拥挤的情况 温市市长罗品信对方案表示支持 并期望运输连线这些规划落实后对温市交通的帮助 运输连线正制定按照距离计算的月票计划 月票持有者可无限次以既定距离达成交通工具 倘若计划得到落实 5公里的月票将只需93元 而20公里以上的月票则需172元 此外 运输连线也会与省府共同研究 为低收入人士 儿童和年轻人提供更多折扣优惠 市长议会主席兼奔德炳市长科瑞根 建议运输连线来年派员到各市及社区 让更多市民了解方案中的不同提案 以上是今天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 最热 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